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百家姓给出了历史的回答 即第一部和第二部之后 百家讲坛继续推出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第三部 第一集 雕 钟 照前孙礼 周吴正亡 简单的汉字排列 承载了中国人世世代代 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 一部百家姓 一个个家族传承的历史 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家族情怀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中国人跑根问底地追问 百家姓给出了历史的回答 继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第一部和第二部之后 百家讲坛继续推出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第三部 今天为您解读第一集 雕 钟 这个雕姓啊 很多朋友啊 尤其姓雕的朋友啊 有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个 非常微妙的一种感觉 觉得这个雕姓啊 不太好看 这主要是因为 在过去的一个历史时期 有一个样板戏啊 里边有个主角 谁都不太喜欢他 叫雕的义给闹的 但是其实姓雕的朋友 完全不必有这种想法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 这个雕都不是本性 什么意思呢 姓雕的人最早都不是写成这个雕的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 雕性不大 但是它的来源啊 非常复杂 也特别吸引人 它的第一个来源 来源于姬姓 是出自周朝的时候啊 有个诸侯国 这是写成哪个雕呢 雕刻的雕 或者咱们说啊 天上飞的那种大雕 那种鸟 是写成那个雕 古雕国 它在哪里呢 在今天咱们陕西省延安市 甘泉县 道政兰家川这一带 换句话说 在延安那一带 古代有个雕国 这个地方 在商王朝的时候啊 是被一个叫鬼族啊 这有点吓人 但就这么叫他 其实就是一个兄弟民族了 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 是鬼族居住的地方 延安地区 因为在过去盛产一种鸟 这个鸟叫胡雕 所以呢 这个地方以雕著名 周五王灭伤以后 就把他的兄弟之一 封在雕这个地方 所以就有姬姓雕国 这个地方在历史上 发生过非常有名的一场战争 叫雕音之战 我们读过一点历史的朋友 到雕音之战的意义在哪里 经过这一战以后 为了这个雕 因为那个雕写起来太复杂了 后来就写成了这个雕 这个雕笔画比较简单 这是一个 第二个源流是出于职业 所以古代雕人之后 雕人是一种职业 主要从事雕刻 从事这种工作的 那么这个后代 最早都叫雕人士 所以过去有个复兴 叫雕人 但时间一长以后 就变成了把人给去掉了 就叫雕士 原来也是雕刻的雕 但是写到最后呢 也写成了这个雕 简化 源流三还是源于姬姓 这个不得了 是谁啊 是春秋时期孔子的萌生 七雕开之后 孔子这个萌生是非常有 七十年 哪一年去世的咱们不太知道 是鲁国人 他是孔子的学生 而且在孔蒙弟子当中 以德性组成 道德修养非常高 而且还是七雕士之儒的创始 什么意思呢 孔子以后 儒家还分了好多派 诸子百家 我们知道这个鲁 道 阴阳等等 墨 但是儒这一家 后来也分很多字 其中有一支很重要的 就叫七雕士之儒 这个七雕开 曾经受过刑 无罪受刑 被冤枉的 所以他的身体是有残缺的 但是他毫不气馁 在孔子盟下 专攻古代典籍赏书 历史上称 七雕开有种美德 叫勇者不拒 主持正义 刚正不阿 那么在这个孔蒙重要弟子的后裔当中 他们慢慢就一个姓叫七雕士 是个父姓 后来就变成了七士 所以现在姓七 油漆的七 刷油漆的七 姓七的跟姓雕的 其实都有关系 那么分成了七士和雕士 七士一直传下来就姓七 姓雕的那一支 其实也是雕刻的雕 但是最后也简化成 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一般通行的这个雕 第四个源流 源于江姓 出自春秋时期 齐国君主齐桓公的进城 它非常贴身的一个城子 叫树雕的后裔 这个树雕啊 非常的有名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 但是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 不太高 他这个雕是哪个雕 雕皮的雕 当然咱们不提倡 不提倡穿皮毛 但是很多女孩子 都有雕皮大衣 是那个雕 树雕 那这个人当年很厉害了 这个人曾经自公 就是自己给自己行了公刑 把自己变成了 后代所说的太监 他在自公以前 他生育有两子一女 所以他是有后代的这个树雕 他的后代就姓雕氏 那个雕呢 就是雕皮的雕 不是雕刻的雕 这个雕现在还有人姓 但是极其罕见 绝大多数的子孙 又把这个雕改成了笔画 很简单的 现在流行的那个雕 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 而且这个雕就是姓雕皮的雕的这一只 在唐朝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大量的改姓成丁的 改姓成丁式的 元柳五 跟刚才那个树雕一样 因为树雕它姓江 它名字当中有个雕字 但是元柳五不是 就是雕姓所改的 雕皮的雕 当时齐国就有这个人叫雕博 旧姓雕皮的雕 他的后代呢 也把这个改成了笔画 比较简单的雕诗 第六个原理 源于白浦族 这个族现在已经不在了 大概是很多民族的一个结合体 白浦族里边有一个国 叫雕蹄国 这个国在哪里 现在不知道 有的学者认为 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换句话说 位于今天的广州这一带了 对吧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 雕蹄国在今天台湾省 或者今天的海南省 过去有过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他的子孙 后来也姓雕 但是最早也是写成雕刻的雕 这是一支 原流期那就太有趣了 就这一支 一开始就写成今天的雕 它不是从笔画 比较复杂的雕刻的雕 或者雕皮的雕简化而来 而是一开始就写成这个雕 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很有意思 雕是秦汉时期的一种军用品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像今天一个小斗 一个小锅就家里煮奶的 我们小时候还都有 现在我不知道用不用了 煮奶的一个小锅 后面带个瓣 这样的一个锅子 这个呢叫雕 过去叫雕斗 白天一个人煮饭 一个人吃的饭正好煮一锅 是当兵的都随身带着的 晚上派什么用处啊 打金用 晚上不是要巡逻吗 平安无事咯 就打那个雕 那么白天是雕 晚上是斗 所以我们汉语当中 有个字叫雕斗 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雕今天依然沿用 几千年了 反正我小时候都见过 折叠饭盒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过去这个铝制品的饭盒 你直接拿不是闲烫手吗 它有个折叠 一个霸一扣 举着 这其实就是雕 那么在做这个雕的 这个技工 或者说这些工人的后代里面 就有人姓雕士 这是原原本本就这个雕子 那么其他的源流 我们知道 有大量的源于兄弟民族 后来改姓改过来 比如说源于匈奴族 源于突鹊族 比较特别的是源于歹族 歹族在明朝的时候 云南有一个吐司 歹族自己民族的官员 世袭的 这个吐司叫刀士 我们知道歹族朋友 姓刀的特别多 大概是写额了这个字 因为咱们想这个刀 如果一不小心 汉字写得不好 就写成雕 所以刀士后面有些人姓雕 这个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在歹族朋友当中比较多 比如源于满族 这个也是相当多的 我们知道满族和蒙古族 很多后来都改了汉姓 那么他们改过来的汉姓 是非常非常多 里边就有雕士 还有一个来源特别有趣 跟我们的一个成语有关 它是源于官位 怎么说呢 在汉朝的时候 五品以上的武将当官 那比如在清朝是顶带花林 对吧 顶子不同 什么颜色的顶子 一品 红的 对不对 四品 蓝的 但是在汉朝的时候 它不用顶子 用什么 用雕尾 用这个水雕 这动物的尾巴作为装饰 那是级别比较高的武将 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 当然以此为龙了 就有的子孙就称雕士 雕皮的雕 是源于官位的 源于这种官位的标志 后来就简化成这个雕 我说这个姓跟一个成语有关 那个成语啊 苟尾续雕 说古代这个官太烂了 后来封官许愿太多了 那么你到了这个级别 我就得钓一个雕尾啊 哪有那么多雕啊 虽然古代这个雕还比较 比今天要多对吧 野生的 但是你也抓不着啊 所以没有这个雕尾 但是又得用这个装饰 很多人就用狗尾巴 冒充雕尾 装在帽子上 所以狗尾续雕 这个典故是这么来的 跟这个姓有关 雕性来源如此复杂 所以说明这个姓啊 不一般 里边蕴含着 很深厚的一种文化的信息 雕性最早的发源地 我们前面讲过了 比如在今天的延安这一带 或者在今天的山东这一带 去雕开就是鲁国人啊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的雕国 那在延安这一带 总之在北方 汉末 三国 魏晋时期 雕性在渤海郡和红龙郡 都发展得非常兴旺 成为名门望主 那这个呢 依然是在北方 到了五湖十六国时期啊 中原大乱 竟是被迫难渡 西境就变成东境了 那么渤海饶安人 那么渤海饶安是哪里呢 今天的河北省孟村 有一个人叫雕邪 就随着晋朝啊 避难难渡 而且呢 一直当到了赏书令 当过很高的官 他的子孙显贵于朝 他的孙子雕魁 一共兄弟三个 后来经商 发家 有奴仆数千人 良田数万情 那么这个呢 当年是非常非常厉害 形成一个巨大的巨落 后来统治者 对这一支觉得有点害怕 因为你又有钱 又有人 人口众多 那万一你造反呢 所以有发生了一次流域 租刁民 这个刁民 我们经常讲你这刁民 这个坏 不老实 叫刁民 但是流域杀刁民那一次 正杀的姓刁的家族的人 这一次屠杀以后呢 已经跑到南方的刁姓 又有一批回归北方 那么从这个开始我们知道 原来在北方 南渡到南方 南方形成一个大的巨落 又被屠杀 又有一批折返到北方 到后来五代的时候 慢慢地我们发现 有一支刁姓 就开始落集在今天的南京 慢慢地迁到了正将 总之 唐末五代开始 刁姓大规模南下 我们发现 已经在湖南这样的地方 就看到有刁姓人聚聚 到了今天 刁姓当然虽然不大 这不是一个大姓 但是依然是在全国都有分布 贵州 湖南 刁姓最多 这两个省的刁姓 占了全国刁姓人口的 当然我们讲 全国汉族里边 刁姓人口的64% 换句话说 大致三分之二的刁姓 集中在贵州和湖南 已经变成一个南方的姓氏了 中国历史上23位 做生意做得最大的 其中就有刁贤 而刁贤的致富之道 非常的特别 百家想谈正在播出 刁文中解读百家性质 刁中 在以前有个样板戏中 有一位叫刁德一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对于其他的刁姓人物 我还真不太了解 而且相信刁这个姓 应该有一些很传奇的 一些色彩在里面 刁姓的名人也是不绝于书 我们在史书当中经常可以看到 那么前面我在讲刁姓源流的时候 已经稍带着提到了很多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为大家单独介绍一位 这一位叫刁贤 刁贤这一位 这个人是西汉初年奇人 西汉初年的奇地在哪里 就是今天山东 资博市 林芝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资博过去是大都市 在这个时候 资博的城市之大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北上广 这样一个级别 是非常重要的城市 大工商业主 我们现在有学者 在中国历史上列出23位巨商 中国历史上23位 做生意做得最大的 其中就有刁贤 而刁贤的自负自盗 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特别呢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 一般人都瞧不起奴仆 这个都地位很低 但刁贤特别善待他们 就推他们特别特别好 用这个奴仆 去做各种各样的买卖 放手把权力交给他们 所以《史记》 《霍直列传》里就讲 奇俗 贱 奴奴 就是奇地这个地方的封锁 是看不起这些奴仆 但是只有刁贤 独爱贵旨 只有刁贤眼光都聚 非常的喜爱用这些人 而且特别喜爱用什么呢 结邪奴 就是又桀不逊 又非常狡献 非常狡猾的这种奴仆 刁贤特别喜欢用 人之所唤言 为刁贤收取 大家都看到这些奴仆都不要 太不听话了 贵族又多 但是只有刁贤 懂得怎么管理他们 懂得怎么运用他们 所以刁贤是在中国古代 二十三个巨商里边 特别擅长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人 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关注下这个人 刁贤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 多元流的姓氏 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 排在第245位 排到200位以后了 所以当然它不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大型 人口数三十六万九千多人 三十七万不到一点 占全国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二 百分之零点零二三左右 当然这像我们一再强调的 这个数字只能供大家参考 因为也有别的说法 也多少有些差距 我是广东的 来北京做事实已经有七八年了 我是三种人 我们那一到过年 都会有铁蠢链的习俗 我们广东那边姓氏的人也挺多 不知道总归姓不姓氏 算不算氏姓名人 但是这个姓氏的来历 我也不太清楚 想请专家讲解一下 请继续收看 前文中解读版下姓第三部 第一集 雕 中 中姓起源也比较多 这个中姓 起源亦源于子姓 出自战国时期 宋国我们知道 有一个人叫子列 是个贵族 那么这个子列 也叫公子列 因为是宋朝国君 所谓的公主 公子列因为遭遇到一场战乱 所以最后逃难 躲到了宇州中离山 这座山叫中离山 在哪里呢 今天河南许昌这一带 慢慢他的子孙 就以中离山的名字 慢慢叫中氏 就有了这个中氏 元流之二 还是源于子姓 是和公子列 同中同源的宋桓公 第三个儿子 敖的封义 那么他的封义呢 在哪里啊 在中离小国 有一个国很小 就叫中离国 这个国是楚国封给他的 因为这个人后来到了楚国去当官 这个中离国在哪里呢 今天安徽凤阳一带 这一支开始称为中离氏 是个父姓 后来慢慢地改成了丹姓 就改姓成这个中 这是第二个源流 第三个源流 源于吟姓 也就是秦始皇 秦皇的 这个秦皇吟政那个吟姓 是周王朝时期 博弈的后人 博弈有个后人 被封在一个中离邑 就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这个地名也叫是中离 所以我们知道 古代有好多地名啊 是一样的 那么吟姓的 中离氏族 他的后人 他们慢慢地 后来也姓了中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一支中姓 跟子姓的 来自于子姓的中啊 是不同谱的 他们不和谱 没有辈分可论 虽然现在都姓中 但是来自于不同的姓 所以他们不和谱 源流氏 源于米姓 是楚国的公主 也是楚国的王室成 楚国这个诸侯国的贵族 他有个人叫中贱 封在中武国 他的后代就叫中武氏 但是后来后来 也简化成了中氏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在今天江苏 新仪氏附近 今天江苏有一个 在中国最年轻的地级氏 叫树谦氏 这几年发展很快的一个氏 这个氏就是古代 在中武国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知道树谦 后来很有名 是因为霸王项羽的故里 就在这里了 但这个地方过去 还有个小国叫中武国 这个国后来也被楚国吞灭了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一支中武士 后来也姓了中 还有一个起源 就非常有意思了 源于一个我们现在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一个兄弟民族 咱们56个民族当中有他的奢主 这个族兄弟民族当中 姓中的最多的是奢主 那么奢主祖先 传说当中 说他的祖先叫盘姑 有点像盘姑 开天地的盘姑 盘姑 这个盘姑有三子一女 三个儿子分别姓盘氏 还有呢蓝氏 蓝颜色的蓝 那有一个很有名叫蓝光辉 对吧 就是这个蓝氏后裔 雷氏 天上打雷的雷 有一个女儿是一位公主 那么这个女儿呢 遭了一个汉族的女婿 入罪了 那这个女婿呢 叫钟志生 这个可能都是传说了 这个都是在奢族的 这个民族传说当中 有这么一个传说 所以奢族当中的宗室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汉族 或者来自于文化交流啊 血缘交融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它慢慢出现了宗室 奢族的宗室主要分布在 敏 浙 干 粤 这样的一些南方的省份 那么其他我们就知道 是源于兄弟民族了 比如源于蒙古族 源于满族 源于乙族 源于玉故族 然后呢 像今天的白族 回族等等 都有姓钟的 这样的人口分布 那我们知道兄弟民族 在历史上有很多原因 用了汉姓 那么这个汉姓 也是这个兄弟民族啊 他姓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现在中国姓氏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先清时期 中姓主要活动在 楚国势力范围之内的 今天的湖北 湖南 和山东南部这一带 所以中姓的起源 跟别的姓 跟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姓氏 略微有一点点轻微的区别 它的起源相对的比较在南方 隋朝时期 由于岭南的这个中姓啊 在广东 广西一带啊 非常的有势力 特别是在广东 广西 湖南这一带 非常的有势力 所以岭南的中姓啊 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 当地的土著 也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民族了 有的还有 有的没有 大量的人融入了汉族 采用了中姓 我们知道在今天 在全国来讲啊 形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 南部和东南部 中姓人口的聚居区 在全国的丰部 主要集中在广东 江西 四川 广西四个省 相对之下 湖南倒不太多了 这四个省占了现在 中姓人口的65%左右 占了三分之二 广东是中姓的第一大省 广东的中姓 占了全部中姓人口的四分之一 还要多一点 徐姓最早繁衍地是山东南部 这个丘啊 有两种切法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徐 我是山东人 我们那一到过年 都会有铁唇链的习俗 并且还会在门上挂一个 总盔的门身 我们广东那边 姓中的人也挺多 不知道总盔姓不姓中 算不算中姓名人 中姓名人还有谁 中姓有名人物很多 你碰到中姓的朋友问 你哪个唐呢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姓氏文化 特别讲究唐号 那么很多人会讲 我是四德唐的 四德唐 这是中姓一个非常重要的唐号 那这就有它的来历了 春秋时候 楚国和郑国交战 楚国的有一个人叫忠仪 姓忠 就被郑国俘虏 俘虏了以后呢 献给了晋国 把他献掉了 晋国的国君晋景宫 见到了中姓以后就问 说那个被绑着的 戴着楚国帽子的 那是各国的帽子都有点不一样 说那个人是谁呀 中姓回答说 一般人怎么回答 一般人回答说 我叫中姓 他不是这么回答的 他的回答是 楚国的俘虏 来自于楚国的俘虏 然后晋景宫又问他 你姓什么呀 那么一般人肯定回答 我姓中 这中姓也不这么回答 中姓的回答说 我父亲是楚国的大臣 那晋景宫觉得这个 太奇怪了这个人 他好像跟一般人回答问题 就不一样 所以晋景宫就下令 给这个中姓松了绑 然后说 听说楚国的人都有音乐天才 来来来 你来奏一曲 然后这个中姓呢 就弹了一首楚国的音乐 晋景宫就问他 你的父亲既然是楚国的大臣 那你一定了解楚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中姓的回答是 楚王做太子的时候 有老师教导他 有身边的人伺候他 清晨起来像小孩子一样玩耍 晚上睡觉跟小孩子一样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就闭口不说 那么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 一直在冷眼旁观这个俘虏 那个人叫范文子 这个人就对晋景宫说 这个楚国俘虏啊 是一位了不起的君子 你看他不说自己姓什么 先说他的父亲是楚国的大臣 表明这个人不忘本 你叫他弹琴 他只弹楚国的音乐 表明这个人不忘旧 问他君王的情况 他除了讲君王小时候的事以外 而且强调他跟别的小朋友一样 别的闭口不言 说明他非常守臣子之道 一再强调自己的父亲 就是楚王的大臣 表示对楚王的尊重 不忘本是人 不忘旧是姓 同时又忠君 爱君 他有这四种美德 这个人很难得 那么后来晋景宫 就用对待外国使臣的礼节 带他 并且让这个来自楚国的俘虏 回到楚国去进行和平谈判 这就是忠信四德堂的来历 因为忠仪 作为忠信的一个杰出人物 拥有人 姓 忠 敬 四种美德 所以这当然是忠信的骄傲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典故 知音 我们讲我们两个人真是知音 那么这个典故很多朋友知道 来自于宗子期 宗子期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 相传薄牙古琴 那么他完全听得懂 薄牙的琴声想表达什么 忠子期都听得懂 被薄牙认为知音 说忠子期真是我的知音 了解我的音乐的人 原意是这样 那么忠子期死后 薄牙在他的墓前又演奏了一曲 就专门谈给已经去世的知音听 从此以后据说薄牙 再也没有谈过情 在民间鼎鼎大名的 在中国民间最有名的姓忠的谁 家喻户晓 那当然就是忠魁了 道教当中忠魁有个名字 叫赐福正宅圣君 他又能赐你福气 又能正宅 道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神仙 这个人传说很有意思 一种说法 他是陕西中南山西安护显人 是西安人 说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的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 又不一样 说这个忠魁啊 原来是一个驱轨的一种法器 这个法器叫忠魁 两个字不是这么写的 那么是有这个忠魁 因为它有辟邪的功能 慢慢就人格化了 大家把一个法器啊 慢慢想成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后来叫忠魁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说忠魁现在这个样子 很凶 很黑 那么是从上古挪戏当中 我们知道要跳挪啊 现在很多地方还有这个习惯 特别在南方 要跳挪戏 挪戏都要戴面具 那么是从这个辟邪的面具过来的 忠魁这个名字最早建于唐义史 说是唐明皇啊 这个非常风流的一个皇帝了 唐玄宗对吧 他在梦中梦见一个小鬼 有个鬼啊 去偷御笛 因为唐明皇是非常有音乐才华 有戏剧才华的 现在黎元界是以唐明皇为主事爷的 所以他有非常好的笛子 御作的 他梦中梦见一个小鬼 去偷这把笛子 而且还偷杨贵妃的一个绣囊 一个绣口袋 锦绣的口袋 那么这个唐明皇在梦里就大怒 说你这小鬼怎么敢偷我的东西呢 刚要发怒 就发现一个满脸都是胡子的 球懒 这么一个大鬼过来了 一把抓住小鬼 要偷通小鬼 伸手 把小鬼的眼睛给掏出来 把眼珠给抠出来吃掉 唐宣宗一看这个鬼厉害 就问你谁啊 你这个尊姓大名了 然后这个钟馗就说 我是南山钟馗 因为在高祖年间 那说得早了 说李渊了 说这个李世民的这个父亲的一辈 说我去考试 考五举人 但是呢 因为长得太难看 我的脸太难看 吓人 所以没有被录取 没有被录取以后 我就羞愤难当啊 所以我一头 撞在殿前的台阶上 我就撞死了 那么说蒙高祖 说这个唐高祖啊 他非常怜悯我 赐了我一件袍子 把我给安葬了 所以我后来成为了鬼 就发誓要为大唐 斩妖除魔 唐明皇醒了以后 把这个梦啊 就原原本本的 向一个著名的画家 吴道子说了一遍 说我梦见这么一个鬼 这个鬼叫钟馗 那么吴道子就根据 唐明皇的记忆 把钟馗的形象画了下来 颁布天下 从此民间的老百姓 都挂钟馗的像 为什么 驱轨避邪 所以今天钟馗这个像 还是吴道子画的 钟是和很多姓氏一样 来源众多 而且呢 也是多民族的 这样的一个姓氏群体 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 排在第54位 我们知道这就是大姓了 排进前一百的 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大姓 人口大概有541万5000多 那么这个人口占到全国的 要将近千分之三了 但是呢还有一种说法 说他的人口没那么多 大概只有400多万 大家能差一百万的人口 我想啊 是由于这个人口的数字啊 统计的年份不同 比如找个十年 找个二十年 那么他这个人口数字会相差很大 反正我们知道 中姓在今天 中国的姓氏排行榜啊 是排进了一百的 而且接近五十名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大姓 今天的百家姓 就先为大家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